如果说你有第二种判断的话 特别注意 就是在这个else 我们在else上方好了 就是在这个地方 后面再加上什么呢 特别注意 这个书里面有 这个这边有一个 加上一个else else什么 空一个if else if后面的话呢 一样再空一个 因为有一个if 所以呢 你就必须有一个给他 给他一个小刮呼 小刮呼之后呢 有判断之后要执行什么动作 就一定要大刮呼 那一样怎么样呢 把它按一个enter之后 就完成了我们第二种判断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判断条件什么呢 如果这个成绩怎么样呢 大于等于70分 所以你可以把上面这个地方 我把它拖软一下 或者你把它重新打一下 如果大于等于70的话 那他就是b 所以这边的话呢 也是在拖软一下 把它copy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呢 把它改为b 那同样的话呢 就是大于等于多少 60的话 那其实再偷懒一下 当然很多那个 bible 就是很多那个 书 很多书上 就是希望你不要怎么样呢 用复制贴上 因为复制贴上 很容易犯错 但是呢 如果你没有复制贴上的话 其实要写 写程式 其实就会变慢 ok 那把这地方 这个地方多一个 这个 刮呼 else 好 那这边的话呢 我就 80 70 60 那这边的话 成绩是 c 那反之的话 else 就什么 d ok 那这样子的话 我就把程式写完了 写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就是说 最后 是不是能够 跑到他应该跑的位置里面去 abcd ok 类似像这样的结构 应该可以理解吧 这个逻辑 而且用的还蛮普遍的 执行起来 按确定 那比如说 我输入一个成绩 假如说我输入于他90分 那应该呢 A 跑到A的地方 也没问题 再跑一次 执行一下 假如说输入 75分 那应该跑到多少 70 大于等于 b 没错 ok 那一样的方式的话呢 再输入66 应该是c ok 没问题 那如果不及格的话 就是输入 41分 enter d 没错 ok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一个筛选 特别重要 其实这个逻辑 不难理解 可是以后用的非常多 因为尤其是多重的条件 经常会遇到 你要筛选 那就是 这个地方只是增加了 就是else if 那其实你会发现 else if 跟这个if 只是多一个什么 前面多一个这个东西 后面结构都一样 ok 你有习惯做就ok 好 这里的话我想 各位试着把那个四只 三只二这地方 也再把它稍微改一下 ok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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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